第二个 我们说右侧弦 右侧弦的表达的方式就比较多了 右侧弦 对吧 钩子 右侧弦 下蹲 右侧弦 反手发球 右侧弦 对吧 还有一个逆旋转 右侧弦 它的手法很多种 但是它出球的这一瞬间 它都是在球的右侧方 在这里跟球迷朋友建议一个 无论它左侧还是右侧 还是这样侧 还是反手侧 无论是左右侧 你全部都往中间接 先去感受一下这个旋转 哪怕你先去拖 我们说先拖一拖这个球 拖住它 先去拖 碰一碰 它是这个旋转 然后你就可以往相反的方向去发力 我一拖 刚才我说了 我一拖 球从左边出去了 那我就往右 往右拖 你看 你可以顺着这个旋转 就可以接了 对吧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用反手发球 这球是右侧弦 右侧弦往上应该往哪接 对 往反手为接 对吧 我无论怎么发 它都往我这边接 长球 对 它这样不吃旋转 对 它吃旋转 它的吃旋转它表现会什么 我一发右侧弦 它跑到从这边出界了 它就是吃旋转 对吧 那我不吃旋转 我就拖着球 拉直线 对 对 对 拉直线 你可能这个时候瞄着直线 你就到中间来了 你可能瞄着斜线拉 一拉 拉地上了 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吧 对 对 发手也是一样 对吧 对